展示一个复暴零波城 带小号抓鬼全都一回合 一到十个鬼全都一回合 这个号可以做到 看神器 什么样的号能做到带小号捉鬼一回合 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百暴零波城吧 被黄金战火穷奇地争包围了 89群雄年度冠军 拥有N个金色ID的 展示一个复暴零波城 永不磨损碎星约2.83 永不磨损误暴几率0.60 永不磨损误暴几率0.74 永不磨损误暴几率0.81 永不磨损误暴伤害2.0 加力然后加磨 武器的话永不磨损加误暴几率 灵式的话是双伤害一误暴 灵式的话是双误暴一伤害 也就是它其实是叫超战经脉 它用的不是百暴经脉 然后双九四个九段的灵式 13加914加9 看一下宝宝 第一只宝宝呢是连扇的童子 须弥 法房的猫灵 镜台 带了一只昆鹏 这个带小号抓鬼起飞呀 昆鹏一回合直接清晓 然后超级战役加误暴 光光暴 带小号抓鬼全都一回合 一到十个鬼全都一回合 这个号可以做到 看看神器 神器误暴91 伤害的话3354 灵波城你算是 土豪流派的 这个的话如果行 你这个的几率就是90% 跟95% 还有100% 就是三个概念 你只有达到100%以后 它才会给你存报 你95%的时候 它都经常不报 你的灵式其实 属性每一个都是极其炸裂的 尤其是这个耳式 耳式差三点就满了 这个耳式 确实是好 这个耳式以后 甚至如果九离城 有一天需要误报的话 是可以PK的 就不损失任务的了 戒指呢 我看看戒指好不好 戒指也很好 我发现你是会买东西的 我看一下你现在的物理暴击 几率是多少 你现在的物暴击率是12.51 12.51 物暴击率 多少是百报呢 物暴击率30是百报 30的话 门牌特色是1% 人物自带5% 也就是你物暴击率达到24左右 基本上可以达到百报 但是24不是真正的百报 28左右是百报 必须得有一些易出才能百报 要不然有些怪物 有抗物理暴击 所以说你第一步需要达到24 你现在身上的话12.51 神奇一携带 变成了17.71 17.71 17.71再加上0.74 再加0.81 再加1.11 再加0.6 20.97 20.97距离24% 还差一点 我算一下新微石 如果打到11段 新微石打到11段的话 这个是误报加了16 这个是误报可以加16 因为打到10级的话 从36变成40 也就是一条加4 两条加8 再打到11段的话是加16 这个的话也是两条 也加16 32 所以175 可以再加1.82的误报几率 22.79 还是到不了百报 四条误报百报还是太难了 11段 然后加篮子的装备 神奇还能提升 你神奇是91 最极限是112 112-91 21再出于17.5 还能提升1.2 23.99 差不多吧 这灵石你等版本吧 等版本如果九离城 可以带误报灵石的话 这两个灵石如果上到11段 你加上现有的篮子 装备 给神奇再拉满 然后变个童子卡 童子卡20 然后你深圳的误报几率是23.99 没有必杀卡 人物自带必杀的几率是5% 门牌特色1% 然后点一个灵波城的经脉 误报翻倍 但是伤害降低为65% 误报几率9.98 误报我是专业的 好吧 OK专业指导误报号 OK专门